9月4日,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北达米纳对其燃油价格进行了上调 其中津贴燃油Bertalite从7650吨上调至1万吨 Solar从5150吨上调至6800吨,上涨了约30% 对于此次价格的上调,民众持有不同的态度 在政府上调燃油价格之际,私营加油站Vivo的Revo89号燃油 以8900吨的低价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民众的关注 9月5日当日,雅加达多个Vivo加油站的Revo89号燃油皆已售清 据了解,印尼油气总干事杜杜杜卡称,已就低价燃料一事与Vivo公司进行了商谈 而Vivo公司也将尽快对其价格进行二次调整 作为私营加油站之一的壳牌加油站,也于9月1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价格 据了解,Shell Super 92号燃油为15420吨每公升 VPower 95号为16130吨每公升 VPower Diesel为18310吨每公升 VPower Nitro Plus为16510吨每公升 私营加油站BPAKR 9月的燃油价格分别为 Diesel 17990吨每公升 90号为15320吨每公升 92号为15420吨每公升 95号为16130吨每公升 美图新闻记者颜真琳·艾德巴拉曼娜采访报道